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 心软是一种不公平的善良 成全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却被别人当成了任人宰割的傻子 在生活中 我们面对别人的要求 总是会不自觉地心软 你英文这么好 既然帮了我两次 那以后我的论文就都劳烦你了 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吧 你手头这么宽裕 几千块钱还天天催 你再借我一点 下次我一定还你 一两次没觉得什么 但次数多了 往往就会让人进退两难 于是你会发现 当你多次因信任而妥协 并且无下限地容忍 你的生活就会渐渐走进死胡同 因为你容忍别人的同事 也在消耗自己的人生 没有节制的容忍不是善良 而是卑微 知乎上有个话题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你觉得容忍毫无作用 刚参加工作的网友小贝 开始疯狂吐槽她的摄友 小贝说 摄友婷婷 是她见过的最得寸 尽齿灯鼻子上脸的人 婷婷习惯早起早睡 每天醒了以后就开始外放音乐 完全不管刚下晚班的 小贝是不是正在休息 而她晚上又必须九点休息 每次都强制要求小贝 关掉宿舍内所有的灯 逼得她不得不用手机来照明洗衣服 为了不影响彼此的关系 这些小贝都忍了 然而更不能忍得还在后头 为了不多平摊电费 即便是大夏天 婷婷也不允许她开空调 住了几个月 卫生全是小贝打扫 最过分的是交水费的时候 她以小贝洗澡次数更多为由 让她多交一部分 小贝感到特别愤怒 她终于爆发了 大吵一架后 世界清静了 她赢回了自己的主权 你以为自己善良而宽容 别人却以为你软弱好欺负 无节制地容忍 到头来都会变成一把刺向自己的刀 微博有句高赞评论 容易被欺负的 永远都是那些天真又心软的人 毕竟好骗又好记 伤疤一好 她就忘了疼 深以为然 我们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善良 也害怕令别人失望 所以不停委曲求全 殊不知 可爱的诅咒里有一句话 早已道出了答案 如果有人觉得失望 那是他们要处理的情绪 不是你的责任 你无需对别人的情绪负责 没人有义务要一直替别人着想 一个永远把别人的需求 和感受放在首位的人 那得卑微成什么样 你的包容必须带点锋芒 复旦大学陈国教授说过 你的善良应该略带一点锋芒 不管是与人为善 还是给人包容 前提都是不为难自己 网友的唐妹就是这样的例子 初入新公司时 唐妹是个职场老好人 就算公司有前台和清洁大姐 她每天依然会接到一些奇怪的请求 要么上午帮忙拿快递 要么下午帮忙订外卖 就连有时候同事要和男朋友去吃饭 也让他帮忙选餐厅 最过分的是 每次订外卖之前 同事都笑脸盈盈 吃完饭后 各自磨磨嘴 谁也不提饭钱AA的事 去要吧 有的同事就说了 哎呀不就十几块钱的事 同事一场 不用分这么清楚吧 下次我请你就好了 次数多了 自己竟落个小气 抠门的下场 不去要吧 自己一个职场新人 资金也是极其有限 尤其到了月底 生活更是捉襟见肘 这天中午到了饭点 同事们又开始在群里隔空喊话的 点名要吃某某家的外卖 他决定先例后兵 改变一下现状 等会我就帮大家定 不会遏制大火的 还有就是 之前帮大家买饭的明信 和单据我都发群里了 有意义的伙伴可以过来问我 十几块钱是不多 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同事面面相聚 点开图片一看 这才知道 共欠了他两千多 网友的堂妹说 从那以后 办公室的氛围 格外神清气爽 不要怪别人太贪婪 也不要怪社会太不温暖 一个连自己都维护不了的人 又如何去要求别人来体恤你呢 就算我们有包容别人的义务 但却没有无限次容忍的责任 人要想发出光芒 必须先长出锋芒 做一个有原则的坏人 远比做一个无棱角的好人 要轻松得多 懂得拒绝 才能有高质量的人生 我的一个学弟打山 多年前回家过年 碰到一个远房亲戚 在推销保险 打着亲情的旗号 亲戚逢人便强买强买 有弟妹你说你结婚的时候 我还去帮忙了呢 就冲这个你也得帮我一忙 哎呀小侄子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你说你都混得这么好了 肯定不能看着我丢掉饭碗吧 一来二去 面子上过意不去 尽管手头紧 大山还是咬牙买了两份保险 说是十年期 到时候能连着本息全拿出来 眼看着合同就到期了 他去保险公司问问情况 打算取出来结婚买房 哪知 这两份保险是三十年之后 才能全部取完的 这期间只能取一部分分红 大山傻眼了 又急又气 却不得不把买房的事暂时搁置 为此女朋友也提出分手 打骂她是个骗子 人间诗歌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 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 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 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 不懂拒绝就像一种顽疾 不由分说的肯视着人们的一生 懂得拒绝 人生才更自在清静 就像启功先生那样 身为著名的书法家和国学大师 她每天都会接待很多人的拜访 有一次她身体不适 为了不被访客打扰 于是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 熊猫病了 谢绝参观 如敲门窗 罚款一员 前去的访客一看 立刻就明白了 毁心一笑之后 自然都安静地离开了 三毛曾说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早就预备好了答案 每一种井井有条的人生 都是靠拒绝一些事情得来的 看清自我的需求和意愿 大胆地对一些裹挟说不 你的人生才更轻松 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过一项调查发现 那些过度随和 并且完全不懂拒绝的人 比那些性格强势的人收入要低百分之十八 毫无底线地接受或帮忙 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 反之 只会得到别人的轻视 所以 永远不要去做一个容忍无度的弱好人 这个世界本没有太多的将心比心 你善良 有的人就狠心欺骗 你宽容 有的人就得寸矜持 真正的将心比心 是建立在双方人格对等 交付对等的基础上的 只有这样 我们的人际关系才是和谐健康的 网易云庭有句高赞评论 烂好人是一种毒药 不仅让自己上演 还会让对方对你的所求不断上演 直至最后大家都变成仇人 才会结束这种带着烈性毒药的人际关系 学会拒绝 远比学会接受更重要 要知道物极必反 任何宽容到了一定程度 于别人是蜜糖 于自己却是披霜 拒绝心软和无底线的容忍 你才能从乱七八糟的生活里找到头去 逐渐步入人生的正轨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多难 多难 才能顺其自然 战不断的凌乱 学会袖手旁观 多慢 等待是最长的陪伴 我告诉自己 我告诉自己 不要心慌 未来路还长 城市在摇晃 让人天旋地撞 我只剩在后方 想要的答案 原来在自己的心房 我们天各一方 无数理想 快时间太匆忙 记得你曾说过 不见不散 无时不忘 直到天地都翻唱 就算世界都变扬 夜色苍茫 我还在了地方 拖门 等待时最长的陪伴 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 未来路还长 城市在摇晃 让人天旋地转 不知身在何方 想要的答案 原来在自己的心房 我们天各一方 无数理想 怪时间太匆忙 记得你曾说过 不见不散 无时不忘 直到天地都翻唱 就算世界都变样 夜色范茫 我还在老地方 我们天各一方 无数理想 怪时间太匆忙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